昨晚玩到很晚睡 所以現在發生有點悄悄 但為了公平起見 還是要唱首歌給大家聽 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各位上星或是太陽金牛座的朋友 在朱年最後的農曆月份 農曆十二月 伴隨著這個摩蠍座 香港人又叫山羊座的新月 這次的新月挺特別的 剛好是一個日環式 Solar Eclipse 對你們的影響如何呢? 由你們聽到這個錄音開始 去到新征頭之前 自己會經歷些什麼呢? 由現在開始我會很特別的 就是在我整片的途中 就會去展示星圖 看看 就是這樣的 好 先回去 待會再繼續去展示 現在繼續給大家看這個好平圖 好的 好處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我以前 大家都知道我怎樣做星圓 知道嗎? 我會抽頭羅牌 然後看星圖 雙負雙城 為何我的星圓才會這麼準 而且經常講到一些實事出來 OK 我不喜歡那些虛無飄妄心靈雞湯 正能量加油耶 我最喜歡這些 OK 然後我以前一直去做這些星圓的影片 其實我面前就有牌 很容易看到牌 但我又要去看星圖 那怎樣去看星圖呢? 我又不會用電腦 我就是把星圖的資料 抄在紙上 然後把script 抄在紙上 然後就這樣 對著螢幕講講講 但其實 會很不方便 所以由現在開始 我現在面前仍然是有牌的 然後我又可以看著這個螢幕的星圖去講 那就減散了 我抄那些紙 那些script的功夫 第一 然後第二 各位觀眾都可以明白下我去講些什麼東西 OK 那就一舉兩特 是一件非常之好的事 好 這幅好評圖大家看完了 對不對? 好 入正題了 今次 即是在我們豬年最後一個月份 OK 大家 即是各位金牛朋友要學會的東西 就是叫段寫理 是的 那麼我們可以去看 嘩 Zoom到 好厲害 還可以在一邊拍片中Zoom OK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在你們的守護星 金星 在水平座 對 還有 在你們自身公 就有一個逆行的天王星 OK 而且很重要 看不看到這個水平座 我們看看有多少度 OK 在七度接近八度的位置 對了 這個在我們尖星學 是叫一個critical degree OK 而且他們形成這個相位 好搞笑 為什麼搞笑呢? 因為呢 金牛的守護星是金星 就跑去水平座 OK 然後水平座的現代守護星 是天王星 又跑去金牛座 OK 即是好像 你當是兩個family 然後各自的子女 都去了對方家裡玩 那我們這個呢 是叫一個護庸 的相位 對啦 Supposedly是好的 但其實奇怪了呢 剛剛我們形成一個四分相 看不看到這條紅色線 對啦 這條呢 是吧 這條紅色線 其實他們呢 就是給大家一些壓力 OK 所以呢 很特別 今期是說些什麼呢 我都說了一段時間來 OK 各位金牛朋友們 要學會 拋下你們過去的成就 尤其是你們已經成真了的夢想 不要再在那裡亂眨了 OK 我給大家一個比喻 記不記得早前好像有那些 就是那些 低邊民戰聯的區議員呢 你不知什麼議員 什麼都不是早前的 好像去年了 OK 那在那裡 講自己怎樣 怎樣的時候呢 就講完說自己會口是多少分 那些網民就在那裡恥笑他們 嘩 大哥你現在都四十幾歲 四十幾歲 還在那裡講回 N年前 會口的成績 即是不要不斷在那裡回望過去 OK 對了 這件事太可笑了 OK 又正如就好像 10A講者 密明師 不過這個就不是密明師的問題來的 是些人經常在那裡講 但我覺得 都講到 口臭了 現在人家現在多少歲了 人家還在那裡講到 N年前 十六歲 會口不是十六歲 好像是 還在講到人家十六十七歲 會口的那些 十A講者 即是悶不悶 大家 看過去 不要再在那裡回望過去 人要活在當下 對不對 其實就是 講這些這樣的東西 OK 尤其是你們 已經成就了的夢想 OK 有一些人生的一些突破 因為 天皇星 水平在那裡講一些突破 OK 你們可不可以走去下一個階段 還是你們 不斷都是在那裡 為自己過去的成就感到很驕傲 然後 不思進取 不思進取 很重要 這個東西 OK 如果 你們是可以突破這個框框的 但你們其實現在又會有一個空虛 因為 你覺得 已經好像成就了一件事了 已經有個理程碑了 那就去到終結位了 那下一步怎麼做呢 OK 下一步 如果你們已經是 不亂散過去了 但現在新的Stage 你們又會想 下一步我應該做些什麼呢 OK 我看到 各位金牛朋友們 其實心裏面都會有很多的疑慮 因為金牛座我們經常都說 你們是 好像比較像牛 有點Stubborn 還有 轉數快 不是你們最厲害的轉場 OK 所以 唉 辛辛苦苦 過了前一關 那下一關 又要走到什麼路口呢 所以 其實現在是一些交叉路口 要重新去Set Go 我看到你們的轉數 不是非常之快 但不要緊 畢竟現在是 朱年最後一個月份 OK 那儘管讓自己去 休息一下 OK Set Goal 這些事情 可能到下年 新徵頭才做 正所謂一年之計 在月春 還有 新年代表 所以 不用趁現在 end of year 去做一些新的新年代表 所以 如果現在有些猶豫 不要緊 那我希望 由新徵頭開始 你們會很明白自己 究竟下一個夢想是做什麼 下一個目標要怎樣去進發 那再次 希望大家今天是聖誕快樂 因為我出這段影片的時候 今天應該是聖誕正日來的 也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進步